歡迎各位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今天就會接一個樹熊 節目開始前以後會講回今天是接甚麼 因為我知道原來除了阿華TV會播這個節目之外 YouTube都會播 可以告訴其他朋友我今天會接甚麼 一開始是一張四方形的紙 今天接樹熊用啡色或者淺啡色的紙會比較適合 我們一開始接對角線 兩個對角線 再提一提 如果我說接對角線這些的時候 大家對角和對線就對得準確一些 還有每一條接線都要接好之後就刮一刮它 令到它很貼服 接完兩個對角線 一個十字在中間 我們就接一條邊接到中間的對角線 接一個紙繞的形狀兩邊都接 這邊也是這樣 這邊也是這樣 這條線接到中間的對角線 這條線接到中間的對角線 一個紙繞的形狀 然後打開它 另外那邊一頭一尾 另外那邊都是一樣的接法 這條邊接到中間的對角線 對角線的對準確一點 接出來的就更漂亮 還有按得貼服一點 然後到這個形狀之後 我們按照剛才第一個步驟接的斜線 就兩邊一起接 中間會穿起一個三角形的東西 兩邊都是這樣 弄好之後就把它按去其中一邊 按完之後 另一邊都掀過去又按緊它 就會多出兩條接線 然後我們要接一條橫線 標準的位置就是這一點 這個三角形的這一點 我們反轉它 看著三角形的位置 出來接到那個位置 當然最尖端的對方的中線 當然最尖端的對方的中線 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是這樣的 這樣的 後面就是這樣的 接著我們將全部東西打開 變回一張正方形紙 一開始 我們就最頂的打橫的接線 剛才最後一步的 我們接回它 接回它 就是剛才的打橫的接線 有個標準位 接著我們就照這個斜線 這兩個斜線 這樣掀回來 蓋回來 這樣 然後我們就將剛才接的形狀 做回 即是我們做剛才的形狀 但頭那裏就扁進去 這樣 現在是這樣的 看不看 如果正常來說 正確的話 這個位置是扁的 現在是這樣 我們就將它這樣對接 向後接的 這樣接了 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將這個位置 這裏去到這裏 這裏去到這裏 就來反 接了下來 在中間接進去 中間接進去 那個位置就沒有甚麼標準 就少過 就不要那麼闊 因為一會兒會打開 就不要那麼闊 你多接幾次就會明白 這個位置是做樹熊的頭 接了這裏 然後把它打開 這樣打開 剛才說的位置的標準 就是這個位置打開之後 跟這裏就有少許距離 不要這條線是過了這個位 或者去到貼到中間 就不太好 這個位跟這裏有少許距離 這個樹熊的頭 就把它反轉 這個才是頭殼頂 這個是新 就是這樣的 我們要做的動作就是這樣 把這兩邊打開這樣接下去 這樣接下去 但是要留意就是 下面這個位置是有一個尖尖的 我們打開的程度就去到尖尖那裏 按住這個位 就將它這樣打開 這個位不要去到底 不要去到底 這個位的尖尖就是標準 打開接就是接到去的位置 按住這個位 我們慢慢整理好 注意永遠這些打開 中線永遠對回中線 譬如表面那層的中線 就要對回正底那層的中線 要不然就不靚 現在這個位置是樹熊的頭部 這個下面就是樹熊的身體 然後下面這個三角形就這樣接上來 接多少又是沒有什麼標準 大家多接幾次看看比例的問題 這樣接了一個三角形上來之後 我們就要這樣反轉來看 這樣反轉來看 就將這兩個這條線接到那裏 看著 其實是會這樣的 會這樣的 這個白色三角形 剛好碰到中間那條線 我們兩邊都要這樣接 當然上面全部跟回那個位 你會發覺接出來的線是很平衡的 闊度不會歪掉 接出來這條線是不會歪掉的 是很平衡的 做好之後下面應該這樣 對 變了白色的四方形 還有一些事情要做的 這個線接了之後 我們就打開這個 跟回那個線接回這個位置 這裡也是 打開這個位置 接它 去前面 現在是這樣的 我們就把這個摺上來一點 當然尖尖要對中間線 我們一次過做了樹熊的鼻子和口 小小白色三角形就當是它的口 這個位置最頂的白色正方形 我們這樣摺下來 留意要彈入面的一頁子出來 中間條線就沒有了 這個是樹熊的頭部 樹熊的特徵是有兩隻大耳朵 我們怎樣摺呢 首先我們做樹熊頭部的形狀出來 怎樣做呢 我們這樣摺下去 兩邊都是這樣摺下去 當然每一個步驟 其實我不說 大家都要這樣做 就是每一個步驟都要刮到很實 因為這些摺紙越複雜 去到後期會很厚 更加重要 你開頭摺得它的貼服就更加重要 越後期就越需要越大的力量去摺它 摺緊它 要不然它會彈開 或者很不整齊 注意兩邊這些要摺得對稱 其實這些才是講技巧 有時候沒有標準線給對的時候 你們就要靠自己的手感 看看視角來看 現在基本樹熊頭部是這樣的 耳朵怎樣呢 就後面那一塊摺出來 這個摺的耳朵大些 即入面的線很幼就可以了 摺到很幼就可以了 兩邊都是這樣 它就有兩隻耳朵 好了 這個樹熊頭部有兩隻耳朵 有鼻歌 然後我們這個位置摺下來 摺下來 拉下來 要低於耳朵 因為這個樹熊的額頭不會那麼高 低於耳朵 你就會拉到旁邊兩個部位的紙 拉下來 注意不要摺爛它 因為它是拉下來的樣子 跟著這個形狀 就要把這一塊收回去 首先我們把它揭上去 但保持旁邊兩個拉下來的狀態 這樣揭上去 然後把它壓入中間 這個位可能要打開這裡少少才摺到 壓入中間 這樣修整一番 那樹熊的頭部便完成了 你開頭摺的話 比例可能不太漂亮不太適 你摺多幾次看看哪個比例會好些 這個樹熊的頭 接著我們摺身 那個身其實很簡單 沒有頭那麼複雜 這一塊東西我們會做樹熊的手 把這條線摺到下面有條線 你摺到那裏 這個位有條中線 我們摺到那裏 兩邊都是這樣做 因為樹熊有兩隻手 好樹熊有 好 首先是這樣 這樣 然後去後面這個位 中間這裏有塊東西 我們把它摺上來 在中間摺上來 注意去到盡的位 去到盡 不是去到少少 去到盡的位 這兩個角落就是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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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這些位置比較緊 在內部 大家按緊緊 這兩個角落接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動過後腳 因為剛才不能動過後腳 這個位置是標準 我們要這樣做 這個又是沒有標準 大家要多摺一兩次 憑經驗 看看樹熊腳的位 應該放在哪個位 會好些 當然你可以參考我的做法 看看我怎樣做 這個就是樹熊腳 先放在手下 輪到對手繼續要做的事 這個手這個位是太闊 我們就摺去中間 整幼 其實這個步驟是有名堂 叫兔仔2 兩邊都是這樣做 兩邊都是這樣做 摺去中間 其實好像像紙殼單邊腳 就是這樣做 對樹熊的手是這樣 我們這裡就開始要做立體化 對手 我們這個位中間 就揭一頁接去這條線 接去這個位 那它就會變成立體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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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線接去這個位 這條線 接去這個位 就會這樣繞起來 它會自己彈起來 但你不用管 後面也是這樣做 後面也是這樣做 這條線 看多次 這條線接去這個位 接著這條線對著 就會這樣拱起來 立體了 兩邊就是這樣 接著把這個手這樣摺回來 沿回天然的線 摺回來 它會變成它的頭下 後面也是 揭回過來 揭回過來 這樣就好像 樹熊的手會騎不住東西 這樣 對手是立體的 對手是立體的 跟著 我們怎樣保持它 立體的形狀不會散 我們就在背部 樹熊這個位 這個位 揭開頭一點 這個背部位 我們接進去 就會鎖死它 在後面看 這個位接少少進去 當然每一個線是去到頂 去到最盡的位 頭那邊就去到最盡 頭那邊就去到最盡 尾那邊就留少少 因為樹熊的背部都是圓圓的 你們自己摺的時候 都是按著桌面摺 我要做給大家看 所以才凌空 凌空其實不是摺得很好 因為那些位置會沒有那麼准 好 這個位更加要刮緊它 因為要鎖住立體的狀態 好 手是立體的 最後一個步驟 最後到雙腳 雙腳這個位 這個位下面摺一點上來 形成雙腳 我先做了給大家看 下面兩方面 一方面這個步驟 本來是這樣 就會摺一點下面摺細了肚 還有腳板同時伸出來 腳板的位同時伸出來 後面當然一樣 我們要做兩邊的形狀 盡量配合一樣 對稱的兩邊 這個樹熊就這樣 叫做完成 如果它摺得好 它那個手真的可以摺不住 對手真的摺不住 抱住你 好像澳洲的樹熊 這個可以送給小朋友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這個希望大家都摺到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